魏德胜遇到这两人超紧张,坦言平常只敢心中暗骂。 预计在6月28日至7月14日展开的台北电影节,堂堂迈入第二世界,全新的形象广告找来大佛普拉斯导演黄信尧,会击片中两位难兄难弟陈竹生与庄益僧,还有海角七号导演魏德胜一起入镜。 第二世界台北电影节布只有楼叶担任台北电影奖评审团主席,廖庆松担任国际新导演竞赛评审团主席,连形象广告也不满虎,找来大佛普拉斯导演黄信尧操刀。 黄信尧过去分别一审,没知道,大佛普拉斯,两度拿到台北电影节的百万首奖,这次打造形象广告,希望透过轻松活泼的口吻,拍摄一部能够跟观众对话的影片,同时带领观众回顾台北电影节,甚至台湾电影20年来几部经典制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